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夜深的生活 随云都日 真正是幸福快乐无比 世间人之苦 我们应该体会得到 苦的是什么呢 妄想 分别 执着 忧虑 牵挂 苦的是这些 而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是一场空啊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所以你想想 那个苦多愿望 因此 佛在经上常讲这一切东西 可怜民者 你真可怜啊 假如真的有苦 你吃苦 不能说是你可怜的 那这个话说得太过分了 他根本没有苦啊 他在大妄想自找苦之啊 他不苦啊 这是事实啊 哪来的苦啊 都是迷惑 都是把事实真相看错 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 在这个里面虚妄地去承受 这个才叫真正的可怜 能够明白事实真相吗 这修六度万恨是利益众生 六度万恨对众生有什么利益 唤醒众生的迷惑 不但佛菩萨讲经说法是唤醒 佛菩萨在生活当中 一举一动 一言一笑 都是唤醒众生的 所以视线在这个世界 给一切众生做觉悟的榜样 释迦牟尼佛在生活当中 去福其尊者觉悟了 看出来了 赞叹西游是尊的 佛表现什么西游呢 到十位大臣脱补 做意吃补 这在平常人看 这有什么西情 一点不稀奇 会看的人懂得了 他自在 他快乐 他幸福 他的人生充满了真实的智慧 那怎么不稀奇 我们这个世界 无论做多大的官 发多大的财 他不快乐 不幸福 他苦恼无边呢 那就不稀奇了 遇到个人真的幸福快乐 他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苦恼 他什么都没有 这才真稀奇啊 所以佛菩萨实现在世间 表现的是这一套 最会看的人看出来 惊讶 赞叹 谢佑 这就是利益一切种子 所以说到一心六度万恨 就是实现在世间 他全部的生活活动 佛教的说语叫一心六度万恨 都是给众生做保养的 都是启发众生 令众生觉悟的 那也许我们要问 许许多多众生看到他那个样子 没觉悟啊 那也能得利益吗 能 觉悟哪有那么快啊 哪有一表演他就觉悟了 那不是普通人啊 好像讲经 两个小时讲的你就开悟了 你就正正国了 那不是普通人啊 这叫熏悟啊 佛菩萨不断地实现 生生世世的实现 慢慢地熏悟 时间久了 这熏悟啊 力量就产生了 我们中国古人 这个衣服有香气 叫熏香 现在货季进度了 那个香水喷一喷 马上就下了 快到海岗 从前这个熏香啊 烧的这个好香啊 衣服放在那里去熏了 大概要熏个两三天的时间 这个衣服穿出去 会保持好几个小时香气不散 所以佛经上常讲熏悟 所以佛菩萨 佛菩萨实现 虽然你天天给他接触 看到他没有开悟 但是你受到熏悟 生生世世不断地熏悟 总有一天你会觉悟 所以那个觉悟不是偶然的 可见的佛菩萨所事先的没有白费 这个我们佛法里面讲 对于一些众生有静音 静音是他马上成就的 有种原因来生来世 甚至的无量皆以后世 你看看佛菩萨的心 他有狠心的 有长远心的 有耐心的 他并不急着赶快去成就 他不急着 反复心量很急急躁 希望赶快去成就 那殊不知欲苏则不达 没了个道理 一定要实践因缘成熟 而实践因缘必须是长时间的培养 世界上往往有些大功大义 不能在自己一生完成了 诸威尔多利斯你就晓得了 古生先往 他的理想他的愿望 他真正在做 但是他看不到成功 他知道 他传到底下一代 再传一代 这个成功啊 先前了 他晓得了 所以一个理想 不一定在自己能看到的 希望能传递到底下一代 再传一代 能够实现的 那都是对于众生有很大的利益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历史的眼光 历史的任务 特别是在佛法的沉船弘扬的地方 一定要有越大的历史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